在杭州的19th Asian Games 在杭州的中央中 E-sport stability in the spotlight 变成了不充足的流氓 很多人相信 这些游戏可以变成一个女生 玩手里玩一玩 手里玩一玩 手里玩 电脑不怎么玩 一天高强度玩个五个小时 现在暑假基本上每天都打 基本上打到没有变为止 没成年就玩不了 上了大学我就打 下班就可以打 为什么你要打一次 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大家的快乐 就是开心呗 打游戏我就图一个开心 还图什么 会有那种探索的快乐 可以认识一些其他天南地北的人 小学生组织 可以跟人聊天 在某些方面 会训练到我反应能力思维能力 放松压力吧 或者是一种社交 比如说你进入一个新的圈子之后 我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话题 有关注很多 关注KPL 看LPL 平常比赛看 但是线下不怎么会去 比较佛系 出社六个人五个人都比较关注 英雄联盟方面的赛事 Ig啊 博冠啊 那些比赛我都会看 Ig啊 我以为是说的是Instagram 我知道就是现场的时候 就会给到镜头有特别好看的女生 我都不知道 不可能的 我爸爸是已经不同意了呀 这老一辈的思想 不都感觉打游戏耽误起来丑吧 我父母的思想都比较老旧一点 一开始都其实不让我玩游戏的 对游戏比较讨厌 他们会好奇 不过反正我也不是在干违法的东西 他们也不会干涉我才觉得 他们可能会表示反对吧 如果我真想的话 我觉得我爸妈会支持我 应该不会同意 因为我爸妈是想让我继续考研 他们不太了解的行业 他们不太了解这个主播 你说你以后的发展和你现在的收入 能够给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父母会很支持我 因为我父母也有的时候喜欢看一些直播 他自己也想做我 I don't know whether a parent's a perfect you playing games and for what reason still be against it In China, however, these are saying that Excessive attention to trivia saps the world In the eyes of our parent's generation Playing games distracts us from studying Yes, academia is a big deal in China Consuming too much time o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games which are purely to satisfy one's desire for entertainment goes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self-restraint Therefore, a lot of gamers were labeled as Came Eaters It has taken more than 20 years for e-sports in China to emerge in the public side Today,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sports market 没有 这个真没有 因为我身边朋友玩游戏太厉害了 打不过他们 想试过打游戏 但是太菜了 放弃了 以前有想过 我报名过比赛 报名过黄神战争的比赛 CSGO的比赛 黄神奥的比赛 但是个人就是不是很精于这些吧 我是打算去这个公司去 可能会去工作 工程师嘛 或者游戏设计 或者说写些代码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很能赚钱了 这不挺扑动 不是很看好 说真的太难了 成为职业选手 可能说有很多趋势 但是想发展出mentor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你真的喜欢那你就是干 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你要先把这个职业的发展的规划 你搞清楚 一万个渐进选手 参加这个清训 到底有多少人能出人手地 你把这个事弄清楚之后 我还是决定要去干 那我觉得真苦真好 我们学校有一个专业 它就是电竞相关的 经济呀 编导呀 战队嘛 也会有一些数据分析 这种岗位 我觉得其实 需求量还挺大的 很多父母们想起来 孩子们有偏偏 职业的职业 但是这样的职业都很限制 这些职业的职业 这些职业的职业 会导致进行全新的职业 另外 也许多 那些什么原因 我们好玩玩玩玩乱 是这些销业 这些职业 有些专门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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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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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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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子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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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TALENT, FOCUS, PRESERVERANCE, AND DREAMS Nowadays in China, even if you don't want to be a player, there are many other options in the esports industry You can be a game commentator, game streamer, club manager, and so on If you give it enough 0,000 efforts, playing games can also be a very promising career path You